太阪朗东北社区发展协会争取获得国教署400多万元的经费来整顿东北活动中心 预作原民教保中心 而整顿工程完工才刚满四个月 后续原民教保中心的推动作业却毫无动静 引发族人质疑议论 而相待会主席吴依珍今天上午特别质询 请求相公所厘清与社区协会协调未来的经营模式 国教署花费400多万元协助东北社区发展协会 整顿改善社区活动中心建筑空间 作为部落原民教保中心使用 完工至今四个多月 大门深锁不见任何动静 相待会副主席吴依珍接获民众反映 不希望成为文字馆 北社区活动中心签业给东北社区发展协会 教导中心 它的目的就是在承接没有到学校幼儿园读书的小孩 幼儿就是读一年级以前的小孩到的 那现在那里民众反映尤其是住在科幣的住家 他说变文字馆 那在这里我想家长 我想请问家长 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非常的可惜 吴依珍有鉴于台湾原住民敏克 乃至于新住民多元族群 在华语主流语言的强势压阵下 各族群母语几乎列为兵为灭绝的语言 也差异于以部落原名学龄前 语言文化教育为主的教保中心 秒变文字馆的可能性 特别直询建议乡公所能重新活化再利用 我想真的没办法 你的活用是可以好 你去教育中心里面符合 教育部给我你的目的 会不到我们的康科师 我们的活动中心 教育部会不会最旧 这是我们的语言 好一个 相待会主席吴依珍建议 乡公所接手重新活化 碍于可能不符当初 部落原名教保中心计划使用目的 乡公所也头疼 吴依珍则表示 希望乡公所邀及社区协会 乡代表以及公所夜班科室主管召开协调会 理清全责 未来经管模式以及给予事实的辅导协助 共同为保留传承教育族群语言文化来努力 记者是预兰光复采访报导 孔主席是预兰光复采访碍的 在 wind&丝尾佛捷律的 某兵 录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